為什麼你要走車 為什麼要喊人家 我想要喊人家 壓解嫌犯坐上車 20歲的陳姓南大生 經過一整個下午的偵訊 只透露因為追不到同校學妹 才會衝動之下 遲到砍人 11號晚間依殺人未遂罪嫌 移送北檢覆訓 這時候中手啊 小心喔 小心喔 不是學妹寄照片現在給你 你不開心嗎 面對記者提問 低頭沒有回應 很難看出一絲回應 還原當時情況 陳姓嫌犯因為愛慕實姓女大生 不斷跟蹤她 對方感到不耐煩 質問到底想怎樣 她卻還是一路尾隨 最後女大生氣的說出 在靠近就要寄存證信函 就是這句話讓她動了殺機 持刀砍傷對方 奏成女大生頭部 耳朵 以及頸部多處都有刀傷 檢方附訓後認定當時她在教室拿出欲藏的水果刀 往女大生緊不砍 根本是預謀犯案 又是讓她輕易交保 極有可能再度犯案 再加上陳嫌剛到派出所情緒激動 不排除她會有傷害自己的可能 決定向北院申請羈押 只是在開庭前 原本的辯護律師解除委任 引發外界猜想 難道是想拼交保 萬一真的讓她得逞 女大生的噩夢恐怕還沒結束 記者 許志明 許姐 SNG小組 台北報導